这个世界越来越被假新闻充满 而这些假消息借着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平台也传播得更快 逐渐的这时代的人也变得越来越不在乎事实 有些人很随便的不经过查证 就接受某些信息 甚至转发未经核实的情报 人们看这些假消息 人们开始相信自己想相信的真相 或是配合自己的偏见和信念的事实 然而基督徒却非常在乎事实和真理 因为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注实和根基 教会本就应该传讲神的真理 并把神的真理活出来 因为上帝非常看重真理和诚实 所以他在很基要的实戒里 特别提到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神不愿我们伤害人 哪要我们爱人 但若我们不诚实 反而做假见证 那是伤害人的 不符合事实的话 极可能会破坏一个人的家庭 婚姻事业 所以神要我们小心自己的言语 不要因我们随便或不诚的话语而伤害人 其实这第九届是与第八届有点关联的 第八届吩咐我们不可偷盗 当人触犯了第九届而做假见证陷害人时 他实际上是偷走了人的什么呢? 就是他人的好名声 那做假见证的人以不诚的话破坏了另一个人的名誉 圣经说美名胜过大财 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游 这话是真的 试想若人的财物被偷了 身边的人或许还会同情他 试图帮助他 但若一个人失去了名声 就没有人会想跟他扯上关系或帮助他 其实当人做假见证时 不但被指控的人冤枉受害 联听那假见证的人也会受亏损 因为他得到了错误的情报 导致他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而误会那被指控的人 以致他与那人的关系破裂 并且做假见证也会伤害做假的人本身 因为神必然会审判给假见证不诚实的人 可见假见证是害人害己的 所以第九届的正面意思就是要我们爱灵舍 保护他人的名声和利益 我们罪人很容易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传播虚假的情报而伤害人 但神却叫我们要求别人的益处 特别不可因自己的不诚实 而使他人受到亏损 我们要记住 真理的神是看重真理和诚实的 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告诉我们 神所喜爱的是内理诚实 其实做假见证的反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实话 持守真理 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诚实无为的神 耶稣也说祂是真理 圣灵且是真理的灵 神总是诚实而不说谎的 所以效法神的人也不可以做假见证 若我们不诚实 我们便是像说谎之父魔鬼 所以各位 我们是被谁影响呢 我们的言语和所做的见证 会反射我们是在效法诚实的神 还是说谎的魔鬼呢 若我们基督徒不诚实 我们其实是在跟人说 我们所侍奉的神 并不在乎诚实和真理 这不但会让人误解神 也会对神失去敬畏和尊敬 所以神警戒我们不可做假见证 相反的 我们当用爱心说诚实话 如同以福所书第四章说的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事长尽 连于援手基督 即使有时说诚实话会带给我们不方便或让我们失去一些利益 或者让人不喜欢我们 但我们还是应该持守真理 有些人虽然没有直接说谎 但他却尝试隐藏事实 这是我们不该做的 我们不能含糊其词 意图掩盖真相 特别在这个事实被假新闻掩盖的时代 基督徒应该分享最重要的真理 就是基督的福音 以色亚书52章说 那报加音传平安 报好信传救恩的 其教宗和其加美 所以与其做假见证陷害人 我们不如为真理做见证 将人带到他们非常需要的救主面前 但在传福音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该要诚实 有些信徒因为很热心 想要人信主 就只呈现部分的福音 告诉人信耶稣一切会好 会成功 问题都会解决 但却保留另一部分的事实 就是信徒必有自己的十字架要背 而且面对火炼的试验也不奇怪 我们应当把全辈的真理都告诉人 包括人不喜欢听的 比如人要发现自己是罪人 才会需要救恩 基督徒要晓得有恶魔的攻击和属灵的征战 才会警醒 人要知道公义的神 必会施行审判 才会敬畏神 所以我们在为神做见证时 也需要说人不那么喜欢的内容 如罪与审判 苦难与试炼等等 神要我们常以爱心说诚实话 以造就人 使人与神和好 亲近神 弟兄姐妹 我们所敬奉的神是真理和诚实的神 所以祂不喜悦虚晃 但愿我们切记神的话 竭力远离虚假和谎言 不陷害人 反而带着爱神的心 也学习爱人 求别人的益处